电影《小小的愿望》的上映之路可谓是一波三折 经历了改名、撤党等一系列事件后 在电影即将上映时又陷入了翻位风波 影片宣传了一年多 一直都是以彭玉唱为第一男主 但在首映里上 电影片方临时更改翻位 第一翻位从彭玉唱变成了王大陆 9月8日 彭玉唱工作室发表声明和片方解约 原因是片方临时篡改翻位 且多次写上未果 细心网友发现 彭玉唱不光翻位被压 连戏份也被压缩了 于是纷纷开始声援彭玉唱 紧接着王大陆工作室也发表声明 否认压翻和资本实力 声称自己受邀出演的是男一号 片方则回应称 彭玉唱王大陆都是领衔主演 把电影变成了双男主 网友为毫不知情的魏大勋 拘了一把同情类 9月10日 彭玉唱本人发表声明 回应真翻位一事 表示这件事的重点在于公司违约 演员只是合理维权 强调自己和王大陆魏大勋之间 不存在翻位竞争的关系 希望大家能进电影院支持这部电影 随后娱乐圈纪检委王思松 转发该条微博 力挺彭玉唱 称横一的操作已经属于诈骗 一连串的声明 看得为观群众眼花缭乱 网友开始怀疑这一切 都是片方的炒作手段 原本翻位之身 变成了一场现实版罗生门